由慈善团体发起生计发展培力计划 并以阿美主义法达罗马为名 也就是打包带回家的意思 规划让花莲在地的原住民妈妈们 利用自家厨房作为基地 固定每周三天制作晚餐 送给偏乡学童 而参与在计划中的许多妈妈们认为 能够弹性地兼顾照顾孩子并工作 感到更愿意努力付出 因为我都背一个小小的小娃娃 但是你说要去外面工作可能蛮困难的 因为我还要照顾家庭 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不错 然后可以来参加 然后可以更进一步去学习一些做餐的 不同变化的料理 而且还可以自行创业 是因为要顾小孩子也不能出去外面工作 所以我们想说有这个机会的话 那就大家一起来帮小朋友做餐 然后重点是我们小孩子可以待在身边 那后面就会有一些收入 收入的话我们就会稍微再过得会比较好一点 妈妈厨房主要的服务是制作营养餐点以糕点烘焙 固定每周二三四送餐给五十位世界展望会 休林中心索光怀服务的学童 用当妈妈疼爱孩子的心情 细心设计每一天的餐食 主要的我们还是强调这样的一个专案 还是要去强化家长照顾孩子的一些意愿跟能力 因为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孩子 起初三位加入妈妈厨房的计划时 妈妈们的生活圈大多局限在家庭中 然而透过妈妈厨房 他们开始走进社区 关心其他有需要帮助的家庭 无形中凝聚社区温暖互助的共融模式 记得感谢玛雅花脸吉安采访报道